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13日,欢迎收看外围微博,我是Cherry 美中贸易谈判代表本周将把全复兴力放在严拟贸易协议大纲 为可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扑下坦途 但目前双方对于中国的让步仍有分歧 同时,纽约时报分析,由于中国过去旅行协议的记录不良 美国打算建立制衡机制未雨绸缪 美中代表希望能演拟出协定架构 以便川普和习近平会面时拍板定案 目前,除了结构性改革外 如何确保中国实践其承诺是美方最大担忧 肖显示透露,鉴于此前中国的信用记录太差 美国希望成立机制,在中国货物输出美国不断增加时 能够自动提高中国货物的关税或是维持高关税 等到中国达成双方协议的目标时 逐步撤除这些关税壁垒 不过,中国代表已否决这些主张 声称这些机制是侵犯中国的主权 华尔街日报指出 中国迄今仍然不肯就废出国营企业补助等议题让步 因为这些议题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巩固 但美国认为,唯有落实这些行动 才能让美国企业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针对正在北京进行的贸易谈判 川普13日表示 美国与中国在北京举行的贸易会谈进展非常顺利 我们要看到结果如何 但我想进展非常顺利 他们对我们展现很大尊重 加拿大人罗伯特·谢伦伯格因走私毒品案 被中国法庭判处死刑 1月28日就死刑案提出上诉 由于案件涉及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高科技公司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事件 以及进入关键阶段的美中贸易谈判 外部环境对谢伦伯格上诉案是否产生影响 格外引起舆论的关注 谢伦伯格的编护律师张东硕12日表示 现在辽宁省高院已收到了他的上诉状 接下来会找一个时间安排开庭 现在还在等通知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被问到 目前有什么阻力时 张东硕表示目前还没有 因为二审上诉程序刚刚开始 等待辽宁省高院进行安排 再被问到 加拿大方面和中国方面有没有跟您接触 施加某种压力或者要求帮忙之类的情况时 律师表示目前没有 中国外交部13日否认了 华尔街日报报道的中国外交官 在美国与委内瑞拉反对派会谈 过去数十年 就在他国放弃与这个资金匮乏的国家 开展业务之际 中国加大了对委内瑞拉的支持力度 中国和委内瑞拉在2007年 达成贷款换石油协议 此后委内瑞拉从中国获得了 超过620亿美元的贷款 占中国向拉美贷款总额的53% 美国财政部上月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进行制裁 此举可能限制马杜罗政府向中国偿还债务的能力 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商务部最新的 委内瑞拉投资指导报告称 如果委内瑞拉反对派掌权 新政府可以以保护国家利益为由 与中方重新谈判合同条款 甚至拒绝偿还欠中国的债务 美国之音援引荷兰莱顿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茂修 告诉分析 中国希望通过与反对派瓜伊多保持联络渠道的畅通 一旦马杜罗下台 中国的贷款换石油交易和密切的外交关系 不会受到危及 美国总统川普13日表示 还没有决定是否签署一下 两党共同提出的 在美墨边境修建有限新屏障的法案 如果不签署这项法案 是否在修建边境墙问题上的争端 将导致政府再次部分停摆 川普表示 我们将在法案中寻找地雷 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 我们正在用已有的资金修建很大一部分围墙 他解释说 他们有很多选择来完成边境墙的修建 川普强调 我不想看到政府关门 政府关门将是一件可怕的事 美参众两院目前都还没有就这项法案进行投票 因为助手们仍在修改措辞修缮法案 为了避免进一步新一轮政府关门 参众两院都必须批准这项法案 川普总统也必须在星期五午夜之前签署这项法案 截止15日 也就是本周五午夜 包括负责边境巡逻的国土安全部在内的许多联邦机构 将再次出现经费耗尽的情况 路透社报道 奥地利科技部13日表示 欧洲应就中国企业华为 是否或准为下一代移动网络装备 五致网络达成共同立场 以确保公平竞争 处于安全考虑 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对华为5G网络设备实施事实上的禁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副总统彭斯 本周一一直在游说欧洲政界人士放弃华为的网络产品 奥地利科技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欧洲层面解决这个问题 并确定一种共同的做法是有益的 同时还必须确保欧洲和奥地利的竞争不受限制 对此 德国电信稍早提出了一系列技术和合规措施以保障安全 包括建立一个独立实验室 对那些要部署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的设备进行安装前检查 自纽西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电信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基础建设 华为13日在当地主要报纸刊登全版广告 称没有华为的5G就像纽西兰没有橄榄球一样 广告借由纽西兰热衷的橄榄球运动来批评纽西兰政府禁止华为参与网络建设的决策 报道指出 越来越多的国家针对华为颁布禁令 原因是担心华为设备可能成为中国间谍的后门 像是英国正在考虑该科技公司的设备在参与建设中的作用 德国政府于今年1月召开会议评估该公司所构成的风险 纽西兰情报局在去年11月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禁止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基础建设计划 但北京政府反驳这些疑虑都是假的 纽西兰对外情报部门政府通信安全局局长李特表示 华为的举动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们要对纽西兰的国家安全利益做出最好决定 这是我做任何决策的唯一考量 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13日举办了一场关于数位监控的论坛 专家指出中国技术虽然突飞猛进 但其突出表现仅体现在监控方面 尚未拥有创新技术 尖端科技仍需要依赖美国 专家表示面对中国监控技术的扩散 美国要更注意政策制定 消除技术应用和政策理论之间的鸿沟 规范国际秩序 中国在科技方面正处于改变事件局势的地位 就像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和日本一样 在技术上的开放及扩张重构了国际秩序 尤其给美国带来挑战 专家分析 虽然中国在技术监控的能力很强 但在微观技术层面仍远落后于美国 且美国集中了澳大利亚 日本 印度等盟国的力量 国际地位稳固 中国尚未对美国造成致命威胁 美国在科技方面仍占主导地位 无需过度恐慌 一个是至今被堵在中国门外的 网络言论自由冠金之一 Reddit 与另一个屈服于北京审查制度的 网络剧情腾讯走得如此致近 美国网民对这一奇怪的派对 又着急又有点恐惧 腾讯将要巨额投资Reddit的消息 已经传说了些日子 现在果然成真 美国的网民开始有点恐慌了 Reddit经过多年的演化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论坛 在那里 网民们可以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 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特别是可以交换许多幽默的照片 以及随意组合的多少有点愚蠢的图片 从2月5日传出腾讯将注资Reddit后 网民们便行动了起来 他们不断地发出那些让中国当局禁止的图片 比如小熊维尼一次一次的登上了网络前台 比如人民解放军鹤枪实弹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座城市巡逻的情景 特别是今年是六四天安门镇压30周年 网民们一次一次把当年天安门广场 示威游行者的照片搬上网络 并由网友跟进北京六四镇压之夜 重弹后倒地的死难者的照片 网民们以此向Reddit的投资者们发出警告 好在天安门前长安街上拦读坦克的照片 以及小熊维尼贴出后至今还挂在上面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微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